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谢字的金花婆婆 终于在冰火岛上找到了谢迅 当年在蝴蝶谷 灭绝师太靠着神兵一天剑 打败了金花婆婆 金花婆婆一直耿耿于怀 想要利用屠龙刀扳回一局 为了让谢迅同意借刀 金花婆婆满嘴跑火车 说出张翠山夫妇一波云天 为了隐瞒谢迅的下落而自吻 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张无忌 张无忌更是命运多舛 中了玄冥神掌寒毒轻生 他曾在蝴蝶谷见过张无忌 要把张无忌带回灵蛇岛 可惜张无忌说什么也不肯 谢姨爷 婆婆讲的没有半句虚言 我记得当时我也让张无忌 跟我们一起去灵蛇岛 可是他非但不肯 还在我的手上咬了一口 女丫头你过来 谢迅拉起了猪儿的手腕 果然摸到了张无忌咬过的牙齿印 已然相信了七八分 金花婆婆趁热打铁 提出她可以替谢迅报仇 也可以帮她寻找张无忌 但是需要把屠龙刀借给她 金花婆婆见谢迅不肯借刀 连忙是一猪儿动手 暗算谢迅夺取屠龙刀 谁知谢迅突然话锋一转 提出愿意条件交换 什么条件 我先挂无忌骇尔 只要你帮我找到她 屠龙刀 我谢迅愿意 双手奉扎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画面一转 杨潇等名教高手经过休养 伤势恢复了大半 他们带人重返光明顶 准备将这些落井下石的小门小派 全都杀了一切心头之恨 幸好张无忌不愿滥杀无辜 这些小门小派才逃过一劫 狼狈地离开了光明顶 张无忌接任教主之位后 宣布了一些改革 准备和各大门派兵士前嫌 改变明教四面为敌的局面 自己的外孙成为了明教教主 英天正自然不会独立在外 他解散了天英教 将天英教并入明教 明教有了张无忌带领 不再是四分五裂一团散沙 真实实力不减反增 张无忌也趁机提出 应该按照杨炳天的遗言 前去迎回金毛师王谢迅 让他担任明教的教主 杨前教主的遗言是二十多年前写的 跟当今的局势大不一样 依属下之见 金毛师王还是要迎接的 可圣火令也是要寻找的 但要找另外一个人做教主 恐怕是不服众望啊 是 是 谁还能做教主啊 不成 杨前教主的一命绝不可为 张无忌本就无异于教主之位 强行压下了反对之声 要亲自带人去往冰火岛 将一副谢迅迎回中原 不曾想救在当天夜晚 张无忌等人扎营休养 一群峨眉弟子闯了进来 打听起灭绝师太的下落 据在下所知 灭绝师太离开明教光明顶 也有数日之久 师姐 我就说 我们跟师父错过头了 不可能啊 师父要咱们分三路接应 又有信号火箭联络 怎么会错过 各位 打脚了 告辞 保重 张无忌得知灭绝师太失踪 猜测六大门派离开光明顶后 定然都遭到了不明势力的袭击 要鸣叫中人小心提防 次日清晨 唯一笑有了新的发现 找到了很多少林弟子的尸体 一路中心 发现了不少门派都遇害 这怎么回事 不管是谁干 这事一定要查到水落师出 要不然这里滥仗 一定会记在板交图上 不远处有惨叫声传来 张无忌连忙带人查看 发现竟然是英离婷 英离婷如同于代言一般 全身关节被人故意打断 已然成为了废人 得知英离婷是被大力金刚之所伤 张无忌当即放下狠话 要替英离婷讨回公道 数个时辰后 杨潇带着杨不悔前来会合 出于对英离婷的愧疚之情 杨不悔决定代替季小福 照顾英离婷弥补亏欠 张无忌则是带着杨潇两人前往少林寺 寻找打伤英离婷的凶手 三人陆经一座小镇时 遇见了乔装打扮的赵敏 赵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教训了当街调戏梁家妇女的恶霸 而他手上的倚天剑 也成功引起了张无忌的注意 倚天剑 真是倚天剑 没错 你觉是他身不离间 怎么会在他身上 早上 り想来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